第二点他问的 莲花永康问 在九节佛轰中 双鼻孔入 然后冲上头顶的那个动作 适合靠观想气的流动 还是我们身体真的能这样子做呢 先观想 由意带领气这样子去做 你身体的气也是这样子 能够这样子做 像双鼻孔入 下来由左右脉到中脉 由中脉往上顶唱冲 因为顶上顶还没有开 所以他又下来 又从左右脉 又从双鼻孔出来 这个你用你的意念 带你吸进去的气 这样子循环 上来 再下来 再两鼻孔 再出气 当然吸 当然是我们会 呼我们也会 但是在里面的行走 是用意念跟观想结合 而做的 将来也能够身体真的能这样子做 不是不能 观想 意念跟气合一 能够做到你身体真的能这样子做 这是可以的 很简单 这个意念我们 气随身走 我们意念 只是观想 你的耳朵能够动 你就能够动吗 有些当然是没有办法动 你现在用意念观想 你耳朵动 你能够动吗 不能 师尊用意念观想 耳朵就能够动 为什么 因为能 到最后就变成能 你气吸进来 意念观想 到你的右手 右手背 你就能够动 这个就是能 当你这个气 还不能到你的手背上的时候 就不能 不只是到这个手上 还可以到指头上 到指尖上 都可以的 到眼睛上 到眼皮上 都可以的 到牙齿上 我不是常常表演牙齿吗 到牙齿上 可以到牙齿上 会发出牙齿 牙齿相扣的声音 都可以的 都可以到脚趾上 你这个脚趾 你将来 哪一支笔 放在师尊的大拇指 脚的大拇指上 他就可以画画 他就可以画画 他就是意念 意念 所以真的是能够这样子做的 到最后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有些人当然是 他当初的时候只用观想 那后来意念 跟观想 跟气 结合了 就可以 着睡觉 Manchester few 优优独播 有 外 都 有